嘿,我是Layla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 多伦多这边的公共交通系统 主要是地铁和公交车 如果你对英语学习 移民加拿大以及海外生活 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留言点赞和分享 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 对你有价值的信息啦 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 公交和地铁呢 主要是因为这两样交通 是我目前来说最常用的 我个人不会开车 没有驾照 就在这个地广人系的地方 目前我生活就只能靠公交和地铁 这两个大众运输系统 我觉得公交和地铁怎么做 大家应该都知道 只是这边的公交和地铁系统 有一点让我感到很费解 所以也算是给大家解惑的一个视频 那多伦多这边的地铁呢 其实比较简单 一共四条线 分别是1234号线 黄线绿线蓝线紫线 大家从这个图上就可以看出来 也比较简单明了 如果你来这边呢 不论是公交和地铁 你都可以选择现金结账 或者是买它的公交卡 长期来这边讲呢 我肯定是推荐公交卡 也稍微便宜 那么五分钱还是五毛钱来着 卡的话又分两种 一种是你可以充值的 一种你可以买月卡 学生的话还有学生卡 这边地铁呢 还有street car 也就是街车 我感觉其实也就是在地底下跑的 街道地铁 你跑出去了 跑到地上上面了 就要接车 然后再加公交车 我觉得其中有一点 就是我过来比较费解的 就是他们这边公交车和地铁 两个系统是连在一起的 就是说我从地铁出来 不出站呢 我可以直接走在外面 去换乘公交车 这边的地铁 其实经常会坏掉 当地铁坏掉的时候呢 里面就会有工作人员 告诉你说你去换乘公交怎么走 我觉得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是因为这边交通费 其实还是蛮贵的 基本上是三块加币 乘五的话也就是十五块钱 中国国内我记得上海 应该一次也就是三块钱 它这边其实还是挺贵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当我知道价格以后 真的是让我惊讶了一下 那个时候 其实我不知道公交和地铁是连着的 所以我每上一站都在刷卡 每刷一次我就在想 三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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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我算的是七八次吧 感觉一天光坐公交和地铁 一百多块钱就没了 但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这边扣你的钱的话 是这样算的 就是你如果是在同一个方向 不论是坐地铁还是公交 两个小时内都只收你一次钱 这个还是比较reasonable 你同一个方向两个小时内坐 是OK的 但是如果说你下了车 你又往回坐两站 然后你又往那边坐两站 然后你又往这边坐两站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卡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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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办事情 如果想要省这个交通费的话 最好规划一下自己的路线 但是这里不太好的 就是公交车 两个方向的公交车 有的时候很难分辨 所以有的时候我出了一个地铁站 我没有仔细地看清 那个公交车上面 它是往北走还是往南走 或者说它的终点站 是不是我要去的地方 我会经常坐反方向 坐反方向坐到一半 哎呀不行我要回去 然后我只好再折回去 这个时候就又要扣我钱了 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觉得这个系统还是比较合理的 但其实呢 也有很多人去钻它的空子 为什么会钻空子呢 因为你想 如果你从地铁站出来 直接上公交车的话 是不用刷卡的 假如说你并没有真的坐地铁 而是你只是从外面 走到了地铁站里面 然后你再上公交车 那相当于是 你根本就没有付钱嘛 所以很多人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去逃票 这里的地铁站和公交车 有的时候也会发那种广告 就是说如果你逃票的话 被我们发现了 要罚多少多少款呢 什么的 我有一回真的见有警察在查 而且我那个时候是跟两个警察 在同一个公交站 在等公交 我上去之后 那两个警察就开始拿一个机器 开始扫了你的卡 就是看你的卡 有没有刷卡记录 如果你没有刷的话 他会罚你的款 因为相当于是你逃票嘛 你最好是当场能跟他好生好气的解释一下 如果你是故意逃票 那就是给你开罚单了 另外公交车的话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说 就是这边公交车的时间 和它是哪个方向 有点让人费解 所以这里我就非常推荐 大家用APP 我个人其实也就是在用谷歌地图 我要去哪 我把终点站输一下 然后选公交系统 他会给我自动规划说 你去乘哪一站地铁 哪一个公交车 我刚刚说绝不好的地方是因为它很多公交车 那个车站上面 根本看不清楚它是 终点站是哪 就是有一些小站 它也不写它哪是终点站 它也不写它是往哪走的 这个就很烦 在那个时候呢 我就是要靠我的手机上面地图来定位 看这一站到底是 要在街的这一面 还是要在街的那一面 加上我要去的目的地的方向来判断 再有一个呢 就是它这边不像上海那个有电子屏幕显示说 你这个公交车到站的时间是什么 所以有的时候要等很久很久才会来一辆 像我家门口有个51路 哇 基本上40分钟还是50分钟才来一趟 我一开始不知道 等了真的是等了半个小时 我以为公交车坏了 后来我一问旁边那个阿姨 那个阿姨说 哎这很正常 51路就这样 所以之后大家来这边坐公交车 我会建议说 你先在你的APP上面看清楚 这辆公交车什么时候到站 今天这个视频我想说的也就这么多 也就是给大家提个醒 就不要来了以后跟我一样一头雾水 好那就这样啦 拜拜